我是为了喝酒而锻炼的韩国女孩 还有 嗯 哦 对了 开始影片之前 我又有一件事要告诉大家 我要为了那些音乐很忙 再来看中间的朋友们说一句话 用方面的场面是出现在 3分5秒到3分15秒 忙完了再来看我的影片 那我终于拍片咯 啊啊 我是为了喝酒而锻炼的韩国女孩 我本来是为了在台湾穿比基尼而锻炼的韩国女孩 但是为了让酒精离开我身体 每天早上都有跑步 不过我最近一切都很满意 很多人喜欢看我的影片 这件事让我感到幸福 其实我跑步的时候 我有一个不能给别人看的秘密 所以一直这样跑步 然后再去看看附近有没有人 虽然因为我觉得害羞 才绝对不会给别人看的样子 但是我要亲爱的订阅者看看 就是 我练习火影领着跑步的过程 听起来好像我在开玩笑 但是我是在认真说的 如果 这动作看起来容易的话 希望大家先听着影片 跟着我做 先要弯腰 然后 最大限度的抬起胳膊 这时候 不能脱背 然后要以这个姿势保持平衡 全是奔跑 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腿部 笑点就在于 奇怪的腿 嗯 真的有跟着我做的人吗 有跟着我做的话 谢谢 爱你哦 我以为观众们比较喜欢看我个主的 所以才不会看我带面的Vlog 但是比我想象观看数还高 我感到很开心 所以昨天买很多运动服回来了 可是跟我其他的影片比起来 Vlog的观看时间比较短 特别短 各位 知道为什么吗 所以从这里开始是 为了因为太忙 只能看重点的订阅者们的部分 这就是在影片前面提到的放念部分 我就想要对不看前面内容 就看这里的人数一句话 各位 就算因为很忙 只想看重点 这个部分也很值得看 所以满满了 请看这边哦 我平时只要有空就会看留言 如果发现搞笑的留言 我感到很开心 因为这就是我想要的 再说大部分的人为了乐趣才看YouTube的 我认为作为YouTuber 给观众带来乐趣是我的义务 我开始YouTube以前 在辛苦的一天之后 看有趣的YouTube影片是我的一种幸福 但是现在呢 作为YouTuber 能够让别人感受到那份幸福 这一点让我感到更幸福 但是即使内容有趣 如果用平凡的封面吸引观众的话 点击率就已经很低 所以我想到的是 通过刺激的封面来吸引观众 给观众带来乐趣 就这样子 谢谢你收看我的影片 欢迎你 今天我们工作的台湾防御员 加油